Bravo! Bravo! 表現得太好了吧 相信年紀就已經有這樣的音樂水平了 看來這些學校的音樂水準還不錯喔 喔!我忘記跟音樂就有自我介紹了 我就是那個享譽國際音樂大師Eric 只要在音樂圈的同學們沒有一個不認識我 身為大師呢我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到世界各地去尋找一些具有音樂器的年輕人 然後回來好好培養 欸!你是! 哈!你看!也不留神!我又要被人出來啦! 沒錯!孩子!這也是我喔! 果然啊! 我等你好久了!我知道不就來了嗎? 你是...Fu Panda對吧? 我等你好久了!都會餓死了!Stupid! 你看清楚一點!我的樣子是Fu Panda嗎? 喔!肯德基嘛!欸!各位!今天晚上這隻肯德基! 等一下!看清楚!我可是世界級音樂大師Eric! 老是學校的變裝可以怪說的 喔!Shut up! 我想都有形成了你做什麼 不要幫我講好像色狼一樣好嗎? 我可是你們學校特別聘請我來指定你們音樂班的 喔!音樂班嘛!欸!各位!集合了!音樂大師來了!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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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二一! 華大師!我們人還沒到新! 你們?真的是音樂班的學生嗎? 欸!算了!這位同學!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 我是 好 但是 他說他叫超級賽亞的悟空 他在什麼 他在幹嘛 他說他在集氣 講個不需要集氣嗎 好吧 算了 你是學懂樂器的悟空同學 然後報告都是 他說他主角的電影館 他說不會被技工吧 不要以為我聽不懂 算了 下一位自我介紹一下 流動的水沒有形狀 飄了的風找不到蹤跡 任何案件的推力都取決於心 在我堅定無比的內心裡 永遠以最堅強的節奏揭開案情 唯一看到真相的是外表看似小孩 智慧卻過於常人的名偵探柯南 你就說你叫柯南就好啦 前面講那麼多幹嘛 因為真相只有一個 好 下一位 那位同學 你怎麼在哭呢 對不起 是誰欺負你嗎 大師替你做主 不是的 我會哭是因為我是全世界最苦命的公主 你是公主耶 怎麼會苦命呢 別的公主都很幸福 而我卻總是被壞人抓著 很多公主不是都這樣的嗎 但最後都會被帥氣的王子或英雄拯救 從事過著幸福快樂生活 這就是我最不幸的地方 別的公主都有英雄和王子拯救 為什麼救老娘就是兩個沒用的水管工人 這什麼鬼神 這那麼可憐 所以我總是故意被抓著 但每次水管工都硬要來救我 我實在是太命苦了 你會哭 好 五點鐘那我先走了 大師 大師 你要去哪裡啊 大師 你不要走啊 大師 怎麼又不在哭啊 只要使用麻醉針了 不要 不要 你要去哪裡 你等等我 不要 不要 不要